這個禮拜很快就要過年了 許多在國外的朋友都在這幾天 要準備來返鄉和家人一起團聚來過年 但這個人也回來囉 看到我背後的這個畫面 他呢 其實是常年在中國的藝人黃安 這兩天呢 他也是悄悄的回到了台灣 可以看到呢 他已經自己拍了短影片去吃麵 以及這個魷魚羹來台灣品嘗這個台灣的小吃 他來到的是新竹竹北的公有零售市場裡面 他說想要吃一點家鄉的胃 點了這個魷魚羹的麵線還有滷肉飯跟幾道的滷味 你可以看到他戴著墨鏡跟帽子 穿著這個牛仔外套看起來是蠻輕便的 吃得津津有味 不過他過去其實就常開口評論一些時事 並且觸碰到兩岸的敏感話題 引發了不少的爭議 他這一次回台灣呢 吃美食 還是不忘問一些兩岸的議題 他說兩岸怎麼還不統一 立刻就掀起了熱議 那我們透過下一張圖卡來看 其實這一次我們台灣的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由民進黨的賴清德確認是當選了 那外界當然就很關心說 那兩岸的關心會不會因為民進黨持續執政 而變得越來越緊張 甚至牽動到東亞還有世界國際的情勢呢 根據報導 美國的知名這個飛彈公司 叫做雷神飛彈系統公司 已經簽了價值大約是 6,842萬美元 大概是新台幣21億4千萬的合約 要生產給台灣大概是50枚的 AGM-154這個聯合具外武器空對地的飛彈 因為美國和聯邦已經開始擔心了 這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會在未來的幾年命令軍事來佔領台灣 當然不只中台關係緊張 其實根據日媒的報導 中國大陸的這個海警船艦在今年的1月開始 就開始對釣魚台列嶼周圍日本的航空飛行 海上自衛隊的飛機來進行警告 說他們已經嚴重的侵犯中國的領空 最好是立刻來飛離 這個舉動其實也被認為是接到習近平去年11月 他所下達的命令 要來加強對領土所有權主張的指示 因此才會對日本的空軍採取這個措施 那日本同樣也是做好準備了 因為傳出他們的自衛隊和美國的軍方 從2月1號開始就要展開聯合指揮所 電腦模擬的演習 那這個模擬演習跟之前有什麼不一樣呢 是他們第一次把中國列為假想敵 因此各界未來當然也很擔心說 北京可能會用這個武力來侵略台灣 同樣是日本的威脅還有什麼呢 北韓在今年的1月 其實他們有試射了一枚彈道飛彈 那這個其實是日本 美國跟南韓 第一次來使用即時的共享系統 這三國一起用雷達來分享這個飛彈的情報 那雖然這個日本的自衛隊 已經提早來開始追蹤北韓的飛彈 不過到最後還是沒辦法持續追蹤到 這個飛彈的彈桌點 所以這個也讓日本的政府是相當緊張 因為他們對北韓的彈道飛彈技術方面 取得的進展 危機感 當然是會逐漸的來增強了 因為找不到飛彈落在哪裡 那我們再來看到 剛剛提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在這個月的二號 其實是前往了天津 來視察他們的駐天津部隊 發表談話的時候 習近平就強調了 他說春節要到了 全軍的軍隊都要加強他們的戰備值班 維護好國家的安全還有社會的穩定 不過要維護社會的穩定 其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還記得在2020年的時候 習近平就已經宣布說 他們已經完成了這個脫貧攻堅的目標 也就是說中國已經不是貧窮的國家了 這個中國人民每個人都很有錢 但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各國都看得出來 中國的經濟表現這幾年還是很低迷 因此他們的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的副主任 韓文秀就說了 他們說中國現階段要防止的是規模性的反平 也就是說這一些已經變有錢的人 要防止他們再度變成貧窮的人 這個才是他們經濟最重要的經濟任務 跟他們的政治任務 要持續的用力不能鬆懈也不能來鬆盡 不過中國對外侵略的動作 從剛剛描述的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還是看得出來 中國的任何的軍事動作 都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國際情緒 而且連動作為方 legally都健碩 很少人的努力 和路者去決定 每個人的國際情緒 都在此地方 中國人陪他 有很多些被侮辱 被集頭 被集頭 被集頭